花三千多体验了一下繁花同款仙鹤神针 我前两天刷红色小说 发现深圳卷也能吃到繁花同款的仙鹤神针 今天立马跟小伙伴组队一起来体验一下保总同款 这家的装修风格我很喜欢 谢谢 是那种很复古的装修风格 感觉还蛮有那种复古的腔杆 有点那种在上海小洋房里面吃饭的感觉 我们今天四个人一共点了八样菜 第一道菜就很有仪式感 澳洲雪花牛肉 小哥哥鲜椒牛肉铺到热气腾腾的鹅卵石上 鹅卵石烧澳洲雪花牛上面再铺上青椒酱 天哪这道菜好刺激 就真的好香好香 青棉饮雪 这个一端上来就空气中都明白了一股清新的味道 好香这个 它是那个青棉脆 上面是撒了青棉脆是吧 包排的脆皮鸡 海鲜毛血旺真的巨多海鲜 这个就是我们进的重头戏了 割包翅 这个用的是多大的乳割 它圆葳葳的肚子里塞满了金黄火腿和金钩翅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流口水 我天有朋友告诉我才知道这筷子还是明白的 用鹅卵石烤熟的雪花牛肉 上面这个是青椒酱来的 是 不会是两碗 那种鲜辣多汁的感觉 这道菜其实真的很有仪式感 有点像那种高级版的青椒牛肉 鲜辣爆汁的口感 甘炒雪花牛盒 这个甘炒雪花牛盒是保总同款的 它虽然是在一个这种很高端的店里 但是你吃它这个牛盒是挺有锅气的 它这个青椒牛鱼刚才端上来 那个青椒的味道超级浓 感觉我们桌子四周都充斥着一口青椒的味道 上面是满满的青椒碎 哇 这个瘸啊 青椒牛外每层是煎的焦焦脆脆的 你们刚应该能听到那个声音 就是我们放了已经有半个多小时 它居然还是脆的 里面的肉又细又嫩 配上上面那一层柠檬碎 又清新又鲜香 招牌脆脆皮鸡 哇 这皮好脆 好脆啊 搭配那个酸酸甜甜的百香果酱 就会比较解腻 这个也好脆 这个毛巷感觉是我吃过比较豪华的了 你们看这里面的虾圆背 还有鱿鱼 这种很大片的鲍鱼片 这里面那种虾也很大的 又鲜又辣 它做这个辣菜也不脆 麻很辣很入味 这个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仙鹤神针 它是用那种20多天的妙龄乳鸽 而且把里面的骨是完全剔掉的 肚子里塞满了金沟痴 还有金华火腿 用豹汁慢慢的去喂 而且它也是香港的十大名菜之一 这个乳鱼真的是又脆又嫩 里面这个金沟痴真的快满出来了 这回来就像瘸了 太满足了 那是龙虾泡饭哦 只有配一个这样的杂米可以撒进去 用那种龙虾糕熬的汤汁去泡的饭 好浓郁 而且里面能吃到那种龙虾肉 而且完全不会熏 那我们今天本期的繁华同款菜品就体验结束了 这家店不管是环境服务还是菜品的口味 真的都还蛮不错的 我觉得是对了其他的价格 我觉得除了价格不算评价之外 别的体验感真的都很不错 那我们本期的分享天就要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